自去年8月加盟大巴黎以来 这是王霜第一次来到伦敦 但来到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代表大巴黎 在欧冠4分1决赛中 迎接近敌切尔西女族的挑战 哈喽 我们到伦敦了 明天准备 欧冠4分1的决赛 等我们好消息 经过一小时的短途飞行 王霜与队友们抵达了市区的酒店 并一起享用了在伦敦的第一顿健康餐 在酒店稍作休息 球队下午的财场训练准时开始 对于这场比赛 大巴黎女族全队上下做足够功课 从熟悉场地到战术演练 再到分组对抗 女族姑娘们对本场比赛的重视程度 可见一斑 训练结束后 双妹也对比赛场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很好 夜场的感觉特别的兴奋 让人 第二天比赛正式开始 在前往球场的路上 双妹选择用刷微薄的方式 为自己减压 抵达球场后 经过短暂的热身 大巴黎女族与切尔西女族的比赛正式开始 王双在比赛的下半场替补上场 在有限的时间里 她依旧为球队制造了一系列不错的机会 然而水土不服的大巴黎女族最终还是在客场以0比2落败 赛后她来到看台边 在这里等着她的是从英国各地远道而来的中国球运 回到巴黎后 王双与队友们的士气并没有因为守回合的失利而受到影响 在训练场上 他们反而变得更有斗志了 他们似乎想要在次回合的比赛中 向对手做出一些不一样的回应 法国时间3月27号下午 大巴黎与切尔西的第二回合比赛正式打响 本场比赛 状态出色的双妹获得了为球队首发出战的机会 在王双的带领下 大巴黎女族率先打破了场上僵局 并在此后向切尔西发起了如潮的进攻 当比赛进行到第54分钟时 王双通的角球进攻 间接造成了切尔西队员污污 大巴黎将比分扳为了2比2平 然而中场前 中场占据优势的大巴黎 还是遭遇了黑色3分钟 被切尔西独秒绝杀 澳大巴黎 订阅满至中国视频的YouTube Paris Saint-Germain 订阅一下YouTube的 εκ座 订阅一下YouTube的阅客 订阅一下YouTube的阅 Mireille 筹下的视频